2023年元旦假期 三亚旅游市场人气旺 各景区景点客流量大幅回升 多家知名酒店民宿基本卖房 海边游人如知 许多游客提前半个月预定元旦期间的机票和客房 来三亚享受椰峰海运和暖洋 三亚旅游从业者表示 曾经节假日忙碌的状态又回来了 自己很开心 我觉得可能是这些年旅游 干了十几年旅游业 一下子不忙碌觉得不太习惯了 还是忙碌起来 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欢乐 是我们旅游行业从业者最初的这个想法 元旦期间 三亚部分景区景点客流量 酒店民宿入住率 已接近疫情前的同期水平 旅游业界表示 三亚旅游热度还将持续 目前春节假期的三亚客房预定量依然火热 虽然元旦假期未结束 但各社旅企业已开始着手 2023年春节假期的准备工作 到12月底的时候 已经接近了90%的入住率 那我们能够感受到 来自全国的游客正在陆续来到三亚 进行这个旅游 尤其是在元旦的小长假期间 整个旅游市场也是非常非常的火爆的 客人感兴趣的日期呢 除了元旦之外呢 也是在开始预定春节期间的客房 所以今年的春节我们是非常看好的 预计这个旅游恢复会达到一个高潮 今年这个和去年相比啊 这个爷爷状况是非常非常好 就是翻倍式增长 今年的人游客什么特别特别多 我们现在客房的预定量 包括酒吧这边 现在已经预定了到过年期间了 基本上现在已经卖元了 那么我们的旅游区的这个客流的恢复 已经赶到了2019年的同期 那么这样元旦假期 我们有望每天都有突破上万的人次 像我们现在在网络的预定平台来说 春节的酒店的客房预定 已经是基本上到70%的状态了 对 那么我们目前对整个春节的 从预营管理上的来说的话 我们会在还是考虑各种安全呀 包括说游客登岛的一些体验的一些 舒适度各方面 我们都在做一个及时的准备